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近日,山东一位在集市上做拉面的大哥火了。 他的大名叫程孕妇,虽然看着年纪很大,但是却是一位妥妥的80后,而他走红的原因也是很简单。 三元一碗的拉面,卖了15年,坚持不涨价,坚持手工做拉面,绝不用机器。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,拉面哥的这份淳朴,倒成为了最珍贵、稀缺的东西。 他的美句话,十分吐气,但是又是那么的真诚,感人。 据拉面哥自己的计算,一份三元的拉面,他自己的唇利,仅仅在四毛左右,但是坚持不涨价。 是因为下面的人,生活很苦,自己也不忍轻涨价。 就是因为,这个简单的原因,就坚持了,15年当然。 他的事情,经过媒体报道之后,一下子就成了网红。 而且拉面哥还开了,自己的社交账号,希望通过短视频,分享自己的工作日常。 也希望更多的人,过来吃他的拉面,当然也有不少人,质疑拉面哥在炒作。 而且背后有团队,一天500碗,如果一天,卖10小时面条,相当于,1.2分钟一碗,包括和面,揉面,拉面,下面,捞面,拌面,端面,收碗。 一整天保持,这样的劳动强度,简直就是机器人,而且干了15年,如果真是如此的话,估计早就累趴下了了吧,只不过拉面哥,还真用不着炒作。 拉面三块钱,确实不赚钱,不过他还卖一点小吃,豆干火腿一类,还能说得过去,火力多消。 不过在当前,也确实良心了,其实,如果要涨价,早就涨了,为什么大都看到良心商家,和商人都出自民间,都是社会最底层的百姓,他们朴实无华,甘愿奉献,顶着送人玫瑰手,有余香的理念,坚持初心,为了生活赚钱,为了赚钱,而奉献。 80后的年龄,60后的面容,用自己勤劳的双手,传递的正能量,传递着浓浓的人情味,要是有行业劳模的话,我觉得拉面哥当之无愧,之前,很多人都以为,拉面哥能赚不少,但细细一算,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感激,不用租门面,他这拉面,也就挣个辛苦钱,几毛钱到一块钱,有可能。 关键是面粉,拉面用什么面粉,拉面可能用,更贵的面粉,一碗拉面,几两面粉,还是挣钱的,这个几两是干面粉,和面需要加水的,你们懂的。 所以说,假如一两干,面粉二毛钱,一碗面,需要半斤面条的话,三两干面粉,就差不多,也就六毛钱,再加上,其他的成本,他还是挣钱的,或许还有,百分之五十利润。 当然再高的利润,他也挣不多少,因为利太薄了,赶大级的人,也少了,卖一百万都费劲,一碗一元利润,一百万,也不过一百块钱,只能说,现在拉面哥火了,只不过,经过媒体的报道之后,他再想涨价,估计也是难上加难了,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